廣州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流落光輝一葉 廣州起義領導人張泰雷的英明亦榮在史冊 張泰雷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宣傳家 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恩 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恩 同青年運動的卓越領導人 他是廣州起義的主要領導人 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 1898年6月17日 張泰雷誕生在 降素常州西門外 世創界是天慶皮行的後院裡頭 張泰雷 語名泰雷 又名春木 後來因為立志發足巨淚 衝散陰霾 改造社會 於是改名泰雷 他八歲喪婦 家裡很清貧 靠著媽媽撫養長大 1915年秋天 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學法政科 於1920年畢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 他是天津地區愛國運動的骨幹 1920年10月 他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 積極開展工人運動 和鄧忠夏到長身店 組建勞動補習學校 培養了北方鐵路工人運動的第一批骨幹 後來 他到天津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春天 他赴牧師科 任共產國際沿東書記處 中國科書記 多次陪同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 回見李大超 陳獨秀等人 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 張太雷仲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人之一 曾任青年團中央總書記 在複雜的鬥爭之中 張太雷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 1926年3月 蔣介石製造中山藍事件 他主張武裝功能予以反擊 1927年 張太雷參加中共中央 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 堅決批判游傾投降錯誤 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後來他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 9月他到朝鮮地區組織群眾接應南昌起義軍 11月到上海中共中央參加制定廣州起義計劃 哈巡回廣州主持武裝起義準備工作 兼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 在籌備暴動的十幾日時間裏 他不顧危險 奔走於街巷和江叉 在船艙裏頭 大橋之下 戲院仔裏頭 召開各種會議 親自向工人 教導團官兵 和黨員積極分子做動員 廣州起義的時候 各方面工作都由張太雷主持 他連續兩三日不眠不休 11月11日凌晨2點 他和葉廷、雲代英等 到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教導團駐地 述革命官兵舉行起義誓事大會 3點30分起義爆發 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 起義部隊攻佔公安局大樓 照頭早6點 張太雷主持 召開共龍兵代表會議 建立廣州蘇維藝政府 張太雷任代理主席 兼人民海陸軍委員 這一個是中共 在大城市內 在大城市內 通過暴動建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 12月12日 城外和部分街道之上 已經是暢聲大作 張太雷仍然毫無畏懼地 召開蘇維藝政府成立大會 並且向群眾發表演書 張太雷領導的廣州起義 進入第二天 將近三個師的國民黨政規軍 反隔過來 全勝四面受敵 張太雷在中午召開的 西瓜園群眾大會之上進行動員 會後 聽到大北門附近暢聲激烈 他就和共產國際代表 德國人劉曼 以及警衛司機共四個人 乘坐一部插著紅旗的闖鴻汽車 向那裏駛去 當車走到惠愛西路的時候 一群身穿著便衣拿著槍的人 突然在前面出現 一時也看不清 他們頸上有沒有帶著紅領巾 缺乏經驗的警衛和司機 總以為是赤衛隊員 沒有防備到 而這批人 卻是一聲呼嘯 散到路邊舉起槍射擊 張太雷身中三彈 倒臥車內犧牲 衛士和司機也當場身亡 劉曼有作戰經驗 槍響的時候 他躲在後座裡頭 槍勝過後 他就跳車飛跑逃脫 時候是他報告張太雷遇難的過程 張太雷犧牲的時候 年僅29歲 他用自己的熱血和青春 實踐了誓言 懸化作真需救世界的驚慮 他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犧牲在 戰鬥第一線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成員 張太雷犧牲之後沒有多久 他遇入同窗 游秋白以無比沉痛的心情 寫了 道張太雷同志 其中寫道 他在黨內歷次擔任負責的工作 他的堅決與內斧 是一般同志所知道的 他死時 各著對於中國工農民眾的努力和負責 他死時 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 將要視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完全 1933年8月16日 為紀念在廣州起義之中犧牲的張太雷同志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舉行第48次會議 決意在江西石城、瑞金、福建零化三縣邊界 設立太雷縣 為中央政府直屬縣 英雄已逝 英雲長存 如同一聲巨雷從天邊滾過 張太雷以他卓越的才華 高昂的熱情 和年輕的生命 奉獻於中國革命事業 顯示出革命者堅定的信念 和共產主義理想無比的力量 和共產主義理想無比的力量